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回到文本 我们来讨论您说的 最最有名的 Hamlet这个剧本呢 好 我们先介绍一下 一出杀剧啊 它就用act来分啊 中文叫做母母剧 五个act 每一个act下面呢 或多或少有不一定 少的可能只有two things 两个场景 多的呢 长达九个 在Hamlet这出戏里面呢 这个是显然是 比较最长的剧本呢 大约将近有四千行 五幕里面 我个人认为 有三个最重要的事件发生 而这三个事件 正好分布在头中尾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 第一幕第五景 act one scene five 就是这个鬼魂像 Hamlet王子出现 因为我们叫 apparition sequence ghost出现场景 那中间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是在act three scene two 俗称叫它mousetrap scene 捕鼠器 在这一个场景里面 Hamlet王子 他非常确信 他的鼠王杀了他的父亲 最后一个重要的 就是这整个的悲剧 要有个结尾 就是在act five scene two 这个scene呢 我们叫dueling scene 决斗的场景 就是冤有头 债有主 Hamlet在这边呢 完成了复仇的动作 对我来讲呢 在整个剧本的结构上 这三个事件 可以称为three key events 正好structurally 他们也分布得 非常的均匀 赵老师觉得呢 对啊 我觉得这个分析的 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真的是很重要的三目景嘛 因为他就是 看了他的父亲以后 他的父亲的鬼魂 告诉他说 他被谋杀的 同时向他描述 他是怎么被害死的 所以因此在下面 才有那个mousetrap scene 在mousetrap scene的时候 他就把他父亲鬼魂 告诉他怎么被谋杀的 那一幕给演了出来 是 有一个读者文哉笑话 我想呢 用这个笑话 summarize一下 Hamlet他到底是一出 什么样性质的戏剧 妈妈叫他的儿子 阁楼上乱七八糟的东西 打扫一下 这小儿子就找了一本书出来 跟妈妈说 这边有一本旧书啊 不知道是不是要丢掉的 这书很脏很旧了 妈妈说是什么样的书 他说打打杀杀 最后都死掉了 这里面呢 更糟糕 还有弟弟杀了哥哥 这个侄儿又杀了叔父 这个嫂嫂又嫁了小叔 妈妈说这就是现在 这种dirty 最dirty的东西 赶快丢了 是 这就是Hamlet 非常Hollywood的 Sex and Violence 对 这就是Hamlet 如果说Hamlet 我们要把他这个剧情 讲到这么简单的话 最simple的summary 它就是这个东西 到最后在结束的场景的时候 那一舞台全部都是尸体 是 Sex Violence And Revenge 这三个重要的主题 对不对 就是听起来非常的好莱坞的一个剧本的结构 是 是 Hollywood的